大家好,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,高燕 过去的9月份,尔湾房市持续调整 房屋销售时间中位数延长至15天 成交价略低于挂牌价,为98.8% 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房屋增多,买家溢价空间加大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过去长期高利率,市场进入年末淡季 但随着美联储快速降息,未来房产市场如何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详情请见下面具体数据,如需咨询更详细市场数据 请和我们联系 声明 本统计数据中的尔湾是指尔湾联合学区与尔湾是不完全重叠 因为学区的归属对房产表现影响巨大 数据一,过去五年加州房产价格变化趋势 从2019年1月到2024年9月 整个加州地区房产销售每尺价格的中位数 9月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.6%,比8月下跌0.2% 之前的五年,每年都在上涨,比通胀率高 这说明房产投资是跑赢通胀的安全的投资手段 数据二,过去三年加州,尔湾及尔湾周边城市房价走势图 从2021年1月到2024年9月,加州及尔湾周边城市独立屋及汤斗每尺价格的中位图 相比去年同期,尔湾上涨9.2%,森林湖上涨9.6%,塔斯庭上涨7.4% 相比上月,尔湾,塔斯庭下降,森林湖上升 相比2021年1月,整个加州累计上涨34%,尔湾累计上涨69.6% 数据三,市场上可受房源变化 从2022年11月,市场上可受房源持续处于低位 但过去四个月,可受房源大幅度增加 比去年同期,尔湾上涨了87.7%,森林湖上涨了30.5%,塔斯庭上涨了20% 相比上月,尔湾可受房源增加28栋,上涨了6.5% 尔湾可受房源为过去23个月最高 数据四,每月交易完成数量变化 尔湾的交易量连续四个月下降 同时供给却在增加,导致库存增加 九月比上月,尔湾下降了11.6%,森林湖,塔斯庭下降 尔湾比去年同期下降12.8%,塔斯庭增加17.1% 森林湖减少了29.2% 数据五,过去三年,加州及尔湾房屋销售时间 2021年1月,尔湾卖掉一栋房子中位数是12天 2024年9月为15天,比上月增加3天 尔湾市场上超过30天的房子有252栋 但还是有一些房子会被迅速抢购 数据六,买卖双方的弹价能力变化 从2021年1月到2024年9月,尔湾地区最终成交价和卖家要价的比值 9月成交的平均价格是卖家的List的98.8%,这是自2023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低于List价格 数据期,不同卧室数量房屋的每尺价格变化比较 相比较去年同期,两间卧室上涨11%,三个卧室上涨7.8%,四个卧室及以上的上涨12.9% 相比上个月,三间卧室户型上涨,其他户型都在下降 结论,由于房屋库存增加,加之年末的淡季来临,成交量和价格均下降 给买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是未来美联储持续降息,和美国新房开工不足的情况 长期市场供给仍会紧张,因此市场走向难以确定 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 我们认真专注,是房产投资的好助手 我们反应迅速,还有解难总在您左右 大家如有房产需求,请联系我